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新加坡又一项雄心勃勃的基建计划启动了 最近,新加坡公用事业局PUB宣布 正在探讨新建第六座海水氮化厂 众所周知新加坡的氮水资源 管理模式被誉为世界的典范 而且,新加坡已经有五座氮化厂了 蓄水池也到处都是,为什么还要花大钱建新的? 其实,这背后是新加坡对水安全近乎执着的追求 在新加坡水从来不仅仅是生活必需品 它更是国家安全的命脉 你可能想问为什么水资源安全 对新加坡来说如此至关重要 新的海水氮化厂有哪些突破性的创新设计? 这第六座海水氮化厂背后 又有哪些国家级战略考量? 为什么新加坡如此重视建设更多海水氮化设施? 接着往下看,我们一起揭晓 咱们先来说说这第六座厂最重要的任务 强化气候韧性 大家都感觉到了现在的天气越来越反常 极端干旱和暴雨交替出现 新加坡的第一道水猴是蓄水池 第二道是向邻国买水 但这两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弱点 就是高度依赖降雨 如果天宫不作美,长期不下雨 蓄水池会干涸 购水的源头也会吃紧 而海水淡化就不一样了 它被公认为新加坡的抗旱水猴 不管天有多旱,大海就在那里 水源永不枯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拟建的新厂将采用极其聪明的双运作模式 雨多的时候,它能处理蓄水池的水来节能 天旱的时候,它能全力淡化海水保民生 这种灵活性让新加坡在面对极端 气候时拥有了极强的冗余度和适应力 无论天气怎么变,只要拧开水龙头就有水 这就是新加坡给国民最扎实的安全感 大家都知道新加坡土地稀缺 新建这么大的基础设施 每一寸地都要斤斤计较 所以这第六座海水淡化厂在设计上非常大胆 计划使用多层建筑和深层地下空间 这标志着新加坡水务基建正从平面转向立体 为了腾出宝贵的地面空间用于其他发展 公用局要把复杂的处理设施垂直叠放 甚至埋入地下 这种已知换量的设计理念虽然会增加初期的建设成本 但从长远的土地机会成本来看 这绝对是符合新加坡长期逻辑的明智之举 把水场建在地下或者高楼里 地面上可能就是公园或者住宅 这种对土地效率的极致追求 正是新加坡基建能在有限空间 里创造无限可能的秘密武器 这种创新不仅解决了水的问题 更解决了空间的问题 为什么要现在就开始探讨第六座场 因为新加坡心里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时间点 2061年 那是新加坡与马来西亚 第二份购水协议到期的日子 为了在那一天到来时 我们有底气说出 我们不需要依赖外部水源 现在每一部建设都是在为水资源独立填补缺口 海水淡化和新生水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两大支柱 每一座新厂的新建其实也是一次技术的迭代升级 新加坡一直在钻研如何降低淡化过程中的能耗 比如采用更节能的磨过滤技术 虽然淡化海水的成本是所有水源中最高的 主要是电费贵 但对新加坡而言 水的安全是无价的 这种战略溢价虽然可能带来水费的上涨压力 但换回来的却是国家债 外交和战略上的绝对主动权 只有手中有水心里才不慌 第六座海水淡化厂的新建是新加坡在经济 安全和科技三个维度上的关键投资 它不仅解决了咱们自己的生存问题 更把这种走投无路的危机感 转化成了全球领先的技术资本 当你以后看到那些宏伟的海水淡化设施时 请记住那是新加坡应对未来挑战的盾牌 水资源独立的梦想正随着这一座座工厂的落地 变得越来越真实 那么你怎么看呢 在你心里 这座新厂的建设对新加坡意味着什么 你觉得未来的新技术能帮我们把水费降下来吗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 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 请为我们点赞转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 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